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央视网报道王一博驰援河南 认认真真做事 踏踏实实做人 但幸好是莫问前程 王一博你的好 终究被看到 王一博跟随韩红公益基金驰援河南 引发了一连串的争议 有些人带着异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顶流明星 纷纷瞪待了双眼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更有不少不良的报道 指责声此起彼伏 让他的公益之行变成了一场秀场 这是我们最为寒心的一幕 莫让明星公益变寒心 这句话更是呼吁大众去理性看待问题 作为和男人的王一博 第一时间奔赴前线 参与救援 理应值得称赞的一件事 为何成为了众矢之地 不过是因为这次洪涝灾害带来的隐患太多 看到明星到现场救援 就被诟病成作秀的话 这会让更多的人止步于此 失去了真正公益的正能量的意义所在 我们应该谴责的是那些不做事 忙于直播的网红 造成了救援的混乱情况 我们应该谴责的是 对现场不明真相 躲在幕后操纵的黑手 各种的歪曲事实 事情的起因 源于中国青年报 一则争议性极大的报道 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 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韩红王 一博的这次持援救灾 本意是 救援队呼吁网红和明星为救援让路 却把重点放在了明星身上 导致了网上对于韩红王 一博这次救援的诟病与非议 结果 当场就被新乡新闻网直接回应了 他们此次参与救援 非常感谢这些志愿者团队 直接点明了这则消息 带篇了新闻的真实性 莫让真正踏实做事的人 蒙受不白之冤 新闻媒体更应该提供真实性的报道 而不是歪曲事实 带篇节奏 针对这次事件 韩红爱新基金回应了物资救援情况 依据 问心无愧 让人致敬 莫让明星公益变韩新 对于这次中国青年报的不实报道 对此央视网发文 对此做了最大的回应 你们在实实在在的做事 不应该被歪曲 不应该被诋毁 正义不会缺席 老百姓都看着呢 岂容不怀好意阻碍了公益之路的前行 央视网报道 七天捐款超31亿 民间救援的力量令人动容 同时点名赞许了这次救援中 单腿小伙勇敢救援了六十余人的事迹 还有文艺工作者王一博在家乡当起了搬运工的事情 是啊 最实在的搬运工 王一博的具体工作 也再度被还原 作为一名河南人 在灾情发生后 主动请英去现场 作为有着16年的消防工作的志愿者刘军 对王一博的态度有个极大转变 在现场 王一博的态度很坚定 会游泳 很专业的 可以下水 实事证明了 他确实在现场 防止众人认识他 全程戴着帽子口罩 低头干活 在众多的路人的镜头里 我们看到了王一博的身影 搬运物资 低头干活 烫水运送急需的救援物资 并不像报道中说去作秀的 而是实实在在的在救援 这个大男生的所作所为 让救援队的专业人士 都点赞支持 这个年轻人 一直不爱说话 毫不犹豫地下水拉船 怎么就被人说是作秀了呢 只想说 众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是不是去作秀 一眼就看得出来 我们对于韩红公益基金 跟韩红的信任 更是有目共睹的 但幸好是莫问前程 问心无愧 他们身体力行参与到救助中 不应该因为明星的光环而被非议 希望有更多权威有公信力的媒体 给予一个真实性的报道 让这份爱心得到传播 让中国人的凝聚力得到最好的呈现 最后 还是那句话 实实在在做事 踏踏实实做人 最真实最接地气的人 值得被赞许 值得被喜欢 王一博 好样的 韩红老师 我们向你致敬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因为您看见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您 作词